其實這次的音樂節 還有首次踏上這個舞台的香港代表陳雷 參與演出 參加歌唱比賽出身的他 又有炮哥這個花名 最近終於簽約 成為這間日本公司的旗下歌手 都令他相當興奮 這次覺得非常榮幸 可以踏上這麼大型的舞台 在台上的感覺就覺得非常興奮 因為台下的觀眾都很熱情 在台後其實也得到很多前輩們的關照 像Paul Luna Graffiti 先生 他們都非常歡迎我這個新師妹的家人 分享一下你現在的目標 其實接下來的基地主要都會在香港 所以希望得到更多香港惡迷的認識 以及得到更多香港惡迷的喜歡 希望在短時間內可以開到一個小型的音樂會